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飓风过后出来讨生意,结果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飞进了车里,并且怎么都不肯出来。 这个不速之客是谁?他又为何不肯离开呢? 德国德克萨斯州一名继承车司机拍摄的一段视频曾在网上流传。 这段视频据称是在拍摄于飓风哈维来袭前后的近况。 四围飓风哈维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各个角落被飓风哈维扫过,半个州淹水严重程度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飓风来临前,当地民众就纷纷囤积食物,休憩门窗,躲在家里避风。 大部分人被迫离家避难,转移到了更加坚固的建筑物内。 但不是只有人需要避难,动物也会避难。 那么动物们,尤其是鸟类,该去哪里避风呢? 据报道,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只老鹰为了躲避飓风竟然聪明地飞进了一辆出租车里。 这天早些时候,在飓风哈维即将来袭之前,一名出租车司机威廉打算出来讨生意。 他先是跑去买了些食物,当他回到自己的出租车时,突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出租车司机威廉表示,当时他把出租车停在路边,自己下车去买食物。 等他返回出租车内时,发现一只凶巴巴的老鹰不请自来。 坐在出租车乘客座位上,他和老鹰大眼瞪小眼。 此时彼此的短暂缘分因为一份善心开始了。 卫廉表示,这只老鹰看上去有些害怕,翅膀卷起来,死死护着自己。 卫廉试图把鹰赶走,因为这只鹰根本没有受伤,但是他却拒绝离开。 司机先生也没办法,看老鹰在后座里不停地跳着,因为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一脸惊恐的模样显然相比人类,他更害怕外面的飓风。 卫廉立刻拿出手机拍摄下了这段视频。 司机先生认为,老鹰大概也被飓风的威劣给吓坏了,只好暂时收容了这个不肯离开又肯定无法付钱的客人。 让他暂时栖身在自己车上,他们可以一起来个飓风之夜。 卫廉还以这场飓风给他命名飓风老鹰哈维。 卫廉在车上拍摄了几段这只鹰的视频后,发到了社交平台上。 不过他感到非常困惑,还询问网友们到底该怎么和一只老鹰相处。 后来,威廉不得已把这只老鹰带回了自己的家里,然后又叫上自己的朋友,继续给老鹰录制视频。 别以为老鹰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他的某些行为还是很萌的,有些呆头呆脑的。 他们在一起生活的这段日子很愉快,尽管二者的语言不通,也不耽误他常常对着老鹰唠叨。 老鹰却不会反身攻击他。 他还给鹰准备了一些饮用水和鸡肉,进食时可以说是狼吞虎咽。 这一点也不为过,一口叼起一块肉吞入腹中,估计他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饿坏了。 威廉还发现他最喜欢吃鸡心,鹰是一种食肉的猛情,他们白天活动瞳孔大而特殊。 视力极为锐利,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见猎物。 年幼的鹰会在约六周大的时候离朝,以本能来捕猎。 虽然鹰一般被描述成是掠食者,但有些种类的鹰习性则优雅而安静。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老鹰,它们终究习惯于野外生活。 于是,威廉不得不考虑他最终的归宿,最后他还是决定送走老鹰, 而且养一只鹰的不确定性太多了,这代价也可能不小。 第二天一早,威廉恋恋不舍地把这只搭出租车避风的老鹰送到了德克萨斯州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老鹰得到了更加专业的照顾,有望回归自然。 从此与老鹰有段奇幻之旅的司机也与这位友谊弟兄挥手告别了。 希望之后这只老鹰回归自然后一切顺利。 这个故事听上去蛮有趣的,吸引了不少网友去观看这段视频。 不过,有网友仔细看完视频后,对威廉讲述的故事产生了怀疑。 理由是那只老鹰出现的镜头始终都是同一个姿势,似乎没有活动的迹象, 简直跟假的一样动都不动。 他就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司机先生一直朝他碎碎念, 看上去带若木鸡,倒像是一只老鹰模型。 可能这只老鹰被外面的暴风雨吓坏了。 不得不说这只老鹰太聪明了,司机也很善良, 给老鹰了一块能够遮挡风雨的风雨之地。 就算舍不得老鹰离开,他还是会还老鹰自由翱翔的权利。 在这个地球上,万物还是有一种和谐相处的方式的。 当遇到困境时,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 像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这次飓风灾难中, 美国人虽然对飓风并不陌生, 因为每年总是会有几场这样的自然灾害如期而至。 他们汹涌而来,在陆地上撒野肆虐, 直到筋疲力尽,方大摇大摆离去。 留下给人类一堆废墟和人员财务损失的摊子。 能够减少损失的办法,大概就像威廉所做的一样。 在危机时刻,无论对面是人类还是动物, 都可以伸出援手,共同面对。 世界上的生物不可能单独生存,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 它们是相互联系,共同生活的。 为了保持生物的多样性,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都是凡人, 我们没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但是我们固守着爱与善良。 爱护动物是人类的美德, 爱护环境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珍惜动物是多年来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不少人会觉得如今再谈起来类似话题可能比较枯燥。 可事实上,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再也听不到夏日微风中的蝉鸣, 如果我们再也看不见天空飞翔的燕群, 如果昔日森林只剩下荒芜的土地和森森白骨, 那么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一个昏暗无声的悲哀世界? 我们并不一定要像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 精进财力心力,只专注于动物保护事业。 对于一个人来说, 一生能为一向必须的事业奋斗已然不易, 更何况动物保护这条路非常难走。 但我们也有我们能做到的, 就像一则公益广告说的那样,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不要为了自己的口福之欲或虚荣心, 而使动物们遭到灭顶之灾。 尽管我们能做到的很少, 但即使是节约小小的一张纸, 也是对森林的保护, 对动物栖息地的一点小小贡献。 此外, 一些城市还建设了流浪动物收容所, 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动物有个温暖的家, 建立了关爱动物旧基金, 让那些失去爱的动物有了生活保障, 各种关爱动物的网站也纷纷出台, 让更多的人加入关爱动物的大家庭。 大自然是我们的家, 善待大自然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 善用胶带节约用水, 收取费电池, 费品再利用都是大家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家勿以视小而不为, 人类是万物之灵, 我们应当懂得与自然和平相处, 与世界万物共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